大家好,欢迎回到思维潘多拉,说起浏览器插件,你一定不会陌生,但是我想你一定不知道这种商业模式背后的赚钱逻辑,当我看到他们的表现时,简直大吃一惊,这简直就是借机生蛋的高手嘛,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制作如此简单,应用场景却如此广阔,赚钱的能力也如此的超乎想象,你知道你也可以轻轻松松,通过制作浏览器插件来赚钱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用它来赚钱的底层逻辑,并且我们还会从零开始实际制作一个实用的插件,让我们无需OpenAI订阅,也能免费无线使用ShiftGPT的API,来轻松实现我们的自动化内容生产流程,并且,你只需要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视频中的代码也会免费送给你,千万不要错过哟! 那么,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浏览器插件的具体表现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款针对谷歌搜索引擎的插件 是的,你没有看错,这款插件已经有超过300万用户使用了 那么,它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功能吧! 不然怎么会在ShiftGPT出现后仅仅几个月时间积累这么多的用户呢? 但是并没有惊喜,它仅仅是在谷歌搜索结果页面提供了ShiftGPT的回答 而且我们注意到,它的大小也仅仅只有不到4兆 可以想象并没有什么复杂高深的功能在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款 它也已经有超过百万用户使用了 与之前的插件类似 它也只是提供了搜索结果页面的处理 增加了ShiftGPT回答的显示 插件大小更是只有不到2兆而已 不甘心的我,又找了其他两款ShiftGPT插件 依然没有惊喜 简单的功能,却都有着巨大的用户数量 那么抱着勤奋好学的态度 我们来安装一款,学习下它的功能吧 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在插件栏找到它啦 我们开启这个插件,然后来到谷歌搜索 尝试输入一个问题 当我们点击搜索按钮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插件修改了搜索结果页面 添加了ShiftGPT对问题的回答 这个功能还不错 但是也实在说不上让人眼前一亮 那么无论如何 我们来了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吧 在插件描述中 它可以使用已有的ShiftGPT登录账户 所以我已经打开了一个ShiftGPT的页面 让我们回到那个页面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吧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绘画 被自动创建出来了 如果我们查看绘画的详细内容 就会发现其实它们就是刚刚 我们在使用谷歌搜索时 那个插件发起的 也就是说它使用我们已经登录的 ShiftGPT账户自动创建了绘画 将我们的搜索问题发送给ShiftGPT 并将返回的回答显示在搜索结果页面 天哪 这真是脑洞大开的设计啊 我们知道如果使用OpenAI的API 是需要付费的 但是这种方式 轻轻松松就绕过了付费的API 实现了完全免费 与ShiftGPT的集成 我已经等不及来自己尝试一下啦 但是我根本不会怎么办 别急 我们先来问下ShiftGPT 它不但给出了如何制作一个插件的回答 还提供了示例代码 简直是太贴心啦 我把代码复制下来尝试了一下 发现使用的版本有些旧了 所以提醒它使用最新的版本 就基本把一个插件需要的基础代码搞定啦 然后我又问它 我想使用你的API 但是我不想付钱 该如何实现呢 善良单纯的它 沉默了几秒钟 依然默默告诉了我答案 过程太不忍直视 我就不在这里演示啦 总之 经过一番努力 在ShiftGPT的帮助下 我终于搞定了代码 让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首先 这里我们有一个图标 用来显示在浏览器的插件栏 然后 是插件的配置文件 定义了插件需要的资源 被点击后的操作 以及注入到目标网页的脚本 那么我们这个插件要做什么呢 如果你还记得我的上一期视频 我们分享了如何通过剪映来批量制作视频的方法 很多朋友都希望可以有一个脚本来自动化整个流程 那么这个插件就来实现自动化的第一步 就是自动调用ShiftGPT来生成视频内容 因此我们在插件中定义 插件启动后会弹出一个页面 提供一个按钮触发生成视频内容的流程 并且显示处理的状态 就是这个POP-UP页面啦 另一个重要的文件 就是注入ShiftGPT网站的脚本啦 它运行在ShiftGPT的页面上 负责ShiftGPT后台接口调用 用来发送Prompt以及接收ShiftGPT的回答 这里有一段简单的代码 给ShiftGPT的页面顶部增加了一个绿色的Banner 用来提示脚本已经注入成功 上面的代码则是处理发送和接收 与ShiftGPT的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发送的请求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调用的接口地址等等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安装插件啦 我们来到Chrome的扩展程序页面 打开开发者模式 就可以使用加载扩展程序来安装我们的插件啦 这里我们只需要选择插件锁在目录就好啦 那么这样插件就安装好了 我们然后点击插件栏 将我们的插件设置为保持激活状态 就能随时使用啦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插件的图标显示在插件栏啦 现在我们来点击它测试一下 如果看到弹出的页面就安装成功啦 我们再打开ShiftGPT页面刷新一下 如果看到顶部的绿色区域 就表示注入ShiftGPT页面的脚本也加载成功啦 我们清理一下历史绘画记录 然后来测试一下吧 点击插件弹出页面的第一个按钮 来开始处理视频的内容生成 我们会看到下面显示我们发送的Primpt 稍微等待之后 生成的结果就出现在下面啦 这里我们看到插件自动发送的请求 是请提供10条名人名言 回答时直接输出内容 不需要任何其他解释和问候 得到的结果也非常符合上面的要求 然后我们可以再次点击按钮 来生成下一条视频的内容 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Primpt发生了一些变化 提醒ShiftGPT再次生成10条内容 但是不要使用之前已经回答过的 并且输出格式需要与之前保持一致 是不是很酷呢 我们就这样只需要点击一下按钮 就完成了自动与ShiftGPT的绘画 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那么这里我们一共点击了三次按钮 让我们刷新一下ShiftGPT的页面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正像期待的那样 一个新的绘画被我们的插件创建出来啦 我们查看这个绘画的内容 正是之前插件与ShiftGPT绘画的记录 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每次的请求以及回答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这个思路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 它可不仅仅只适用于ShiftGPT 理论上任何网站 我们都可以这么操作 你可以控制页面的任何内容 调用任何后台接口 而无需进行复杂的API集成 一切在你的浏览器上一个按钮 就可以搞定 而且你的插件 轻而易举 就能获得庞大的用户数量 因为你的功能 是集成在那些互联网巨头的网站上的 例如谷歌 亚马逊 YouTube 你只需要提供一个 简简单单的功能提升 得到他们1%的用户的认可 就能轻松获得 百万甚至千万级的流量 借机圣诞这件事 从来都不是传说 你心动了吗 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并记得在视频描述栏 免费获得这期视频的插件代码哟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